每届世界杯都是球员们想要大放异彩的舞台,一方面是为了证明自身的实力,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提升自己的身价。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结束之后德国媒体转会市场,在当今祖坛的各大顶尖球员的身价进行了重新评估,而C罗则身价下跌了2000万欧元前时,由于C罗在世界杯结束,前就已经转会自由文图斯,转会身价为1亿欧元。 所以在转会市场的排名上,C罗的身价就被固定为了1亿欧元,与这次小将阿里和小魔兽卢塔库并列排在第11位,身价榜上第10位的是迪巴拉。 虽然在本届世界杯中迪巴拉并未有过出场,但凭借着迪巴拉上赛季在油文的高光表现他的身价,还是飙升到了1.1亿欧元。 格里兹曼·泽比·库蒂尼奥·埃扎尔,一起以1.2亿欧元的身价抢占了第789名。 格子在本届世界杯上一共收获了4例进球帮助法国队夺得了世界杯冠军,阿扎尔更是在世界杯上表现出了球王一般的实力和气质。 库蒂尼奥在巴西队的中间场性攻组之中,也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。 1.2亿欧元的身价实质名归,身价全部达到了1.5亿欧元的球员一共有次位,分别是姆巴佩·法拉赫·哈利凯文与德布劳内。 大英帝星哈利凯文更是热刺的领军人物,在上各赛季哈利凯文一共为热刺在各项赛事中,打天次11球并有6次助攻。 放眼世界足坛这都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,在本届世界杯中哈利凯文更是以6力进球,容易世界杯的金学奖,凯文还有的是机会去创造更多记录。 萨拉克虽然在世界杯中没能有亮眼的表现,但是通过上赛纪利布图的连赛与欧怪中的表现,萨拉克的能力已经没人能够质疑了。 姆巴佩也由于世界杯的精彩发挥身价以下自上涨了3000万欧元,而他今年还不到20岁,排在第一位和第二位的分别是内玛尔和梅西。 他们俩的身价与世界杯钱一样,还是1.8亿欧元,作为世界足坛的最高身价,内玛尔,一直在被不少球迷质疑他到底值不值这么些钱。 作为打巴黎和巴西国家队的头号球星,内玛尔不管是在俱乐部还是在国家队的表现都相当出色,虽然并没有取得太过瞩目的成绩,但也发挥出了自己应有的水准。 而梅西虽然已经30多岁了,但由于出色的脚下技术和超越常人的传球意识,他依然是八大的时候非卖品,1.8亿欧元就想买,有点难。 再来,我们再来,用根据里面。 对面白均冠电话队的说法。 这是一个的う Thank you,当你需要的放置吗?